縱止漲價那慧文我們吃便當好了 我今天看到這則新聞 就是九宮格便當在鹿港 我覺得其實業者的巧思很不錯 他說因為你來鹿港玩 你一下子你吃不到這麼多 那我就給你九宮格 然後你看這個花米海膽 海膽跟火龍果都已經入菜 那你猜這個多少錢 七百塊慧文你買嗎七百 好啦就如果說這個 不用跑這麼多地方 就能夠把鹿港這邊美味的小吃 通通一起吃到 那其實也是蠻划算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他這個還蠻聰明的 你知道在寧夏夜市有一個千歲宴 他就是把整個夜市裡面 這厲害的小吃我通通都包在一起 所以你也不用這一攤買一下 這一攤買一下 你就可以全部都吃到 像我們剛剛現在看到的這個便當 因為鹿港最有名的是什麼 黑狗 很多人去都吃這個炸蝦喉 好喜歡喔 另外還有像是這個蚵 或是這個黑肌 大家都非常喜歡 只是說你去這邊可能要四處去收集 他乾脆用一個便當幫你裝起來 一個七百塊你會買嗎 大火炙燒烏魚子 微微烤焦後 切片放在捲壽司上 另外還有野生蝦喉 在滾燙的油鍋裡油炸 穿上金黃外衣就可以起鍋 民眾來到彰化鹿港 有好多口袋名單想要品嚐 但總是吃個兩三樣就會飽到吃不下 鹿港廟口就有業者配合鹿港 巡羹小旅行的活動 順勢推出九宮哥便當 仔細一看便當內容 各種特色小吃琳琅滿目 有鰻魚海膽 綠豆糕 火龍果麻烙卷 還有西施舌 古早味雜卷 超人氣玉丸 就連野生蝦喉酥 鮮科起司塔跟烏魚子也入獵 山珍海味全備擺進九宮哥裡 一個便當就能搞定 業者特別邀請國宴師傅設計菜單 堪比國宴等級的九宮哥便當 讓人看了獅子大動 鹿港在地的小吃 它算是有超過一夾子的特色 希望說可以把這個小吃的 鹿港在地小吃的部分 把它給精緻化 讓它有不一樣這個面貌的呈現 現在是不是市面上買不到 要給他參加我們活動 活動才有 便宜 短碗又燒 也快額滿了 只要一個便當 就能將鹿港小吃的美味 一網打盡 讓不少民眾敲碗 希望未來能持續推出 才能一次大飽口福 接著林一鋒 彰化報導